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个人在舞台上不仅带来了好听的歌曲爱情转移而且从现场两个人的表现来看一老一少两个人像一对小火宝一样也是非常的逗趣搞笑的 但我们都知道一个综艺节目是经过剪辑的其实还有很多搞笑的花絮我们并没有通过节目看出但是依旧是笑点满满 两个人在化妆镜前面对了雾气腾腾的镜面李克勤问道魔镜魔镜谁是最可爱的人呢 雾气散去露出李克勤的一张天真无邪的老顽童的脸两个人也太会玩了 周深说不要相信镜子你就是最帅的快看周深一副无可奈何的小表情好吧你只要高兴就好了 周深说这么多的心声歌手你最想和谁唱呢李克勤回答其实都挺棒的我觉得 周深就说那你就去找他们合唱吧李克勤说好麻烦啊那个小朋友好麻烦说完了负气而走赶紧去哄哄呀钢铁之男真的是太搞笑了 为什么只跟你唱呢因为小编觉得秦深深无可取代呀周深说队友卡丁车我这次开第二 克勤老师说歌音乐节目周深对卡丁车的热爱呢让他都忘记了这是个音乐节目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年的红包开始收到了吗 来自于秦深深的红包祝福如果是真的那是不是早就笑醒了呀 在舞台上的这首歌可是周深选的哦是他非常喜欢粤语版的这首歌而作为老大哥的李克勤只能够成人之美了 谢谢深深的任性强求让我们听到了一首可以单曲循环无数遍的好歌曲 周深过了一年你的普通话怎么一直越来越差了李克勤说因为我一直都在中国香港 但离开这个舞台已经有一年了但回到这个舞台之后好像所有的感觉立马就回来了 周深脑海中的画面还是上一季费老师要接着彩牌了 小编呢也好想穿越回第一季重新陪伴的秦深拿到今生拍档看着他们一路高歌站上总冠军的舞台 我们的歌最可惜的就是秦深回归到这个舞台只唱了一首歌真的是听不够呀 下次秦深深再合作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秦深深组合曾经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过很多经典的歌曲 画 月瓣小夜曲 心如刀割 不见就散 红日 野良disco等 哪一首歌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评论区留言哦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